今天石门区的前华国小与石门幼儿园是联合举办的岁末感恩发表会 将学生一年来的作品布置了会场 而学生们也换上了圣诞服装表演 现场很热闹 今天是学生补上课的日子 恰好也碰上台湾的传统节日冬至 充满感恩的日子里 石门区的前华国小与石门幼儿园联合举办岁末感恩发表会 以学生一年来的作品作为布置会场装饰 而学生们也换上了表演服装 将要在岁末成果展的舞台上 将一整年所学的才艺表现出来 一起举办的岁末感恩活动 在这里你们可以在艺展区看到 小孩平常在学校生活之外 我们还要准备精彩的演给大家看 中阳的温暖的季节里面 我们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来宾 还有亲朋好友真是非常的开心 尤其是在我们表演节目结束之后 我们还有非常好玩的好吃的 大家可以一起参与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知道吗 是有什么事情吗 还有什么事吗 我们今天所有的我们园游会的收入 我们都会捐给华山基金会 让我们的爱可以分享出去 今天的感恩活动中众嘉宾云集 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石门区的校长都来到现场 而且可不是只有动态跟静态的演出 还有一个活动顺激 好吃好玩还要将所得全数捐给华山基金会 为此区长以及市议员们都给孩子们的创意 以及爱心表示鼓励 今天来参加我们石门幼儿园跟千花国小的 这个岁末的这个成果发表会 其实看到小朋友做一些很多 这个手工的这些小饰品 其实都可以看到我们石门小朋友的活力跟创造力 那很开心 那今天也来跟大家一起庆祝圣诞节 在国小学童以及幼儿园幼儿童互相穿插表演之下 驱公所热闹非凡 而爸爸妈妈与观众都被可爱的幼儿园表演给蒙翻了 而市议员张宇恩除了对国小幼儿园的产意教具给予支持 今天也特地来参观小朋友的美术作品 发现孩子的无限创意 也要勉励孩子们继续努力学习 继续发挥创意 记者廖平函 石门采访报导